好,又來到我們的投注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說回 接下來十月十九號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買直博的,就來買了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六場 這場第六場是我們的三班草尼必蘭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就熱到8號星之寶 這匹馬這次獨贏3.9倍,位置更加熱到1.0倍 即是告訴你這隻馬好像是入硬位置似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入硬位置呢? 真的要考過才知道,目前還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一匹這樣的馬,今場馬熱到這麼誇張 值不值得來買呢? 這隻星之寶是到底什麼一回事會導致這麼熱呢? 其實大家看看這隻星之寶 都只不過是一隻從來未出賽的馬匹來的 是吧?從來未出賽 但是為什麼這次會熱到這麼誇張,3.9倍,1.0倍位置呢?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隻馬的副系 其實就是出自滿樂時 大家看這裏就看到了,副系出自滿樂時的 滿樂時這一匹馬是什麼的馬呢? 其實滿樂時正正就是日本的馬王 如果大家有看過日本馬的話都清楚了 應該都知道了 滿樂時這一匹馬是很出名的 日本馬王,日本前馬王的馬就是滿樂時 所以這一隻馬是出自滿樂時的 所以不熱都難,血統這麼好出自滿樂時的馬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他就熱到這麼誇張 熱到4.0倍,現在1.0倍位置 再加上這次有潘頓騎 潘頓騎得上去的 這些這麼好血統的馬,肯定是熱的了 所以他熱到4.0倍,讀贏1.0倍位置 我覺得都完全不意外的 真的不意外,他的血統這麼好 有什麼那麼出奇呢?你這麼熱 但是這一隻馬,這場馬熱到這麼誇張 值不值得來買呢? 其實在我角度來看,我覺得這一隻馬 他的血統就真的強了,滿樂時 但是血統強還強,滿樂時強還強 但是他的子女,也未必一定是這麼強的 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你真的看回這隻星之寶的同富系馬 他的同富系馬,好像這隻高分數一樣 高分數這一匹馬,他又未跑過 你還未知道他厲害不厲害 但是那些中華英雄這些馬 其實就是跑過的 這一匹中華英雄,其實他的父系 都是出自於滿樂時的 但是你看回他的成績 其實他出來的成績,不是那麼好 跑那些359的 另外,請不要問又是 請不要問這隻馬,又是父系出自滿樂時的 跟這隻星之寶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又看他的成績 他最後又是跑到第十一回來的 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所以這隻星之寶 同樣地又是出自父系滿樂時的 血統很好 是不是真的在接下來這一場 一出就能夠立即勝呢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是不是真的未必 不肯定 因為你看回這隻馬 他最近的試襲 其實這隻馬最近的試襲 都不算是很好 9月27號 這隻馬試過貨襲都跑第五 星之寶跑第五 其實他連續幾貨襲 試襲都不是那麼好 而且這隻馬不斷在換配備 一時又帶XB 一時又帶B和XB 這隻馬不斷在換配備 接下來這一場馬出賽 又帶過交叉備孤 這隻馬接下來出賽 他帶交叉備孤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隻星之寶 都未必是一隻那麼好的馬匹 我覺得看他帶配備 看他最近試襲的狀態 看他的表現 都不算是那麼突出的 真的不是說很超班的馬 我不覺得這隻馬 真的是很超班的馬 可能他來這一場 真的贏都不奇 因為他熱得那麼誇張 贏三班賽 可能真的贏都不奇 但是我覺得要搏一下 而一隻又未出賽過的馬 未跑過給你看的馬 這次就已經熱到3.9倍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也不算是太值得來搏 因為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還在試 連馬斯都還在跟他試配備 都未知 到底他帶什麼配備才是對的 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接下來這一場馬 隨時是試都不奇怪 他試可能真的試贏 但是試輸了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賠率就糟糕了 你真的重錘買下去 他三點幾倍 又或者重錘買下去 他1.0倍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還有再加上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買熱滿 今場很多一匹熱滿 你是可以選到的 好像那些12號的韓州飛輪 其實我覺得這隻韓州飛輪 也是一隻不差的馬 這次他的賠率這麼好分 如果以熱滿來計 你這隻馬都比你那隻大熱 星之寶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更值得來賠 另外那些月盡知己也是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選熱滿的話 今場馬是很多選擇 很多馬都是最近有賽職 有東西給你看的 所以我覺得今場馬 很多匹馬其實都是五五球 在這些場合上賠 熱滿不是那麼好 更何況今場馬是第六場 那些三次場合 所以今場馬就是寧願賠回籃馬 好過了 因為我見得到 今場馬有些懶馬 其實都是蠻值得來賠 蠻有賠率 我就想試一試 至於今次我們會賠到的是哪一隻懶馬 今次我們就想試一試 今場馬全場最懶的那一隻 即是這隻四號馬匹真友 我覺得今次這隻真友 它的賠率是蠻值的 因為它獨贏也有34倍 位置更加有9.9倍 這隻馬完全是一隻可以披盪Window的馬 它那個位置賠率已經是好分 過同場很多匹馬的獨贏 所以它在賠率方面是極之好分 都是說非常抵薄的 因為這隻馬是全場最懶 而我又覺得這隻馬 其實都不是說沒有實力的 今次它居然成為全場最懶 所以真的可以來試一試 為何會說這隻馬不是沒有實力呢 為何會選它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馬的賽事 其實大家看看這一匹真友 這匹真友 它出賽的次數不多 它跑了四次 四次 有三次都是跑跑馬地千二米的三分賽事 即是說跟接下來這場馬 一模一樣的路程班次和場地 而你又再看看它的成績 其實這隻馬之前的成績是說 試過跑第三、第六、第八 這樣 它都試過叫做一隻 跑過入架的馬來的 其實成績叫做不差的 即是說差不完的 不是每次跑爆尾的名次 的馬匹來的 它不是不會跑 跑馬地千二、三班 那還要再加上 你看這隻馬 之前為何會先輸 這隻馬 為什麼它會在3月2日的時候 跑過一場跑馬地草地千二米三班賽事 贏不了 跑到第三 我們一起看看這匹真友 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匹真友 當時跑過第三 不算太差 真的不算太差 真友就是這裡的這隻 它排著十二檔 今場馬 劣檔 所以它留了後來跑 黃三白母 三毫馬匹 大家看看這匹真友 今場如何跑 頭段時間 這隻馬 都是說貼著條欄來跑的 貼著條欄來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其實這隻馬 是說出現少少塞車的情況 剛剛才看到嗎 這隻馬 是有少少塞車的情況 擋住了它的跑線 搞到它 途中是說百多米發不了力 這隻馬其實是 潘頓在內蘭裏面 一直在找位 看哪裏有空位 來到它攝 來到它衝 去到百五米的時候 它才是說找到位 才是說 發到力 來到它衝 最後的勢是挺好的 這樣就是說 輸少少 基本上 你叮咚馬頭 輸頭馬二馬 輸少少 這樣回來跑第三 所以你說這隻馬 差不差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差 還要再看 你再看 它最近那場跑馬二千二三班 為何會跑第六 是吧 那真友 就是這隻 2號馬匹 好 橙三橙帽 我們一起看這隻 真友 這隻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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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是說 排四檔的 頭段時間 他都是說 貼著條欄來跑的 但是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呢 也是說西飛出去跑的 它轉到那個彎都很廣的 去到這裡 你看他轉那個彎 這隻馬 本來還在貼欄2-3碟跑的 貼欄又或者去到轉彎 其實是2-3碟跑的 但不是 騎士是說西到最出 踏到這裡跑 踏到最出 這個位置 看到嗎? 最出的這一隻才是真友 騎士是踏到彎那麼闊 踏到這樣跑 蝕鬼了 這裡也有10碟 還要再加上 今場馬都是一場慢步速的賽事 其實都不理他這樣後上來就去衝 今場馬頭800米還在46秒45 這些時間比標準時間慢 慢步速都不理後上 但是這隻馬 最後都能夠轉到彎那麼闊 後上殺上來跑回第六 所以我覺得這隻真友 事實上真的不算太差 最後這樣殺上來跑回第六 慢步速不理後上 他試這麼多都能夠考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隻真友 其實不算太差 還要再加上你看看他上場 對著哪些對手 看看他對著哪些馬 其實上場他是說 對著常常有餘 忠心美麗 極速奔馳 張登傑彩 多利神驅這些馬 其實這些馬不是很差 因為你看看這一場馬 他對著的這場馬 那隻忠心美麗和多利神驅 他們再出是說能夠贏馬的 這兩匹馬再出是能夠贏馬的 之後那些極速奔馳藍莊之哥 再出都能夠跑入格 跑入頭三名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上場對著的 那組馬都不算太差 這隻真友 然後接下來這一場 再跑分這個跑馬地三班 組你千二米 我覺得他都叫做能夠贏的 那因為最基本 接下來這一場馬 他的評分已經減分到73 先減多了兩分 比他上一場 而73這些評分 正正就是他之前跑過 3月2號的這場 跑馬地千二米三班 排著12檔劣檔的那個評分 評住73 跑第三的這些評分 所以這隻馬評住73分 這些這樣的評分 其實是說有資格跑入格的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馬 他再出跑分相同的路程班次場地 我覺得其實不可以看少 更何況他有賠率 三十幾倍讀贏 9.9倍位置 披檔邊島 我覺得這隻馬都是值得試一下 那還要今次這隻馬 都叫做粗足先出來跑 因為這隻馬 其實在投書期間 他留在松化到差不多兩個月了 還要在最近試足兩貨集 才是說出賽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真友 都可以是說 駁爛來試一下 所以我們會選到馬匹 都選這隻四號的真友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選到哪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獨贏及位置的這個彩詞 用1WIN3P的方式 來買這匹馬 這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再試一下這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祝大家贏多點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